青椒肉丝到底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肉丝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一块支离鸡肉切成肉丝放入碗中 加少许的食盐和白胡椒粉 少许的老抽上色 加入一勺料酒去腥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让肉丝吸收料汁 再加少许的玉米淀粉 再加一勺的食用油锁住水分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焦做菜 只需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拌均匀后放旁边腌制五分钟 然后再准备几根螺丝椒切成细丝 老婆今天想吃麻辣香锅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麻辣香锅非常简单的做法 准备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水开之后下锅煮熟 煮熟之后捞出 起锅烧油下葱姜和干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 记得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炒香之后放入煮熟的配菜 放点洋葱和黄瓜 然后再给它翻炒均匀 撒上白芝麻和香菜 美味继承麻辣香锅 这样做麻辣鲜香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了 来调个料汁 完成加入生抽 食盐和白糖 鸡精和蚝油 半勺玉米淀粉 再加点清水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起锅烧油下入肉丝 肉丝炒熟之后出锅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葱姜蒜炒香 放入青椒丝 稍微翻炒下下入肉丝 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继续大火翻炒 翻云炒熟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美味的青椒肉丝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下饭 搭配上这个美味的麻辣香锅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